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抗病毒处方药Paxlovid 他现在白宫隔离当中 但是还是会继续履行所有的职务 白宫的新闻秘书尚皮耶 发出的新闻稿说 总统拜登在筛检结果今天呈阳性 白宫说确诊后 拜登就开始服用Paxlovid这个处方药 也将会依循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就是CDC的指南在白宫进行隔离 白宫说拜登隔离期间 还是会持续充分履行所有总统的职责 而今天上午拜登透过了电话 和他白宫的幕僚保持联系 原先预定的会议会以通话或视讯的方式进行 白宫说总统拜登将会继续隔离 到筛检呈现阴性为止 白宫也会每日提供 拜登健康状况的最新讯息 现年79岁的拜登首度确诊 根据白宫的说明 他最近一次的筛解是在19号的晚间 就是前天晚上 拜登在去年就职前就已经完成了 两剂疫苗的接种 他的确诊成为数个月以来 最新一位染疫的华府政坛的高层 包括了副总统贺锦利 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国务卿布林肯 国防部长奥斯丁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其实都先后传出确诊 拜登也是继前美国总统川普之后 第二位任内确诊的美国总统 在前美国总统川普 他是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 也曾经确诊 好 下边我们再来看的 就是在美国的股市了 美国的股市和过去两天强劲涨势 在今天早盘回跌消退了 因为投资人现在消化了大批企业财报 还有央行升息动向的消息 美国的股市今天早盘是走跌的情形 华尔街股市前几天上涨的动力 是来自美国的经济数据的恶化 引发投资人期待 美国联准会打击通货膨胀的政策 可能将不必像原先的那么激烈 不过相关的这一个消息 已经现在被消化之后 现在这个升息的疑虑又再度提起来 所以在今天美国华尔街的早盘 则是回跌的这一个情形 好接着呢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 那么看到的是因为美国这个通过了 就是堕胎权被推翻了 之后呢现在把这个人工流产 堕胎的是否合法 怎么施行下放给各州来自己决定 现在最高法院推翻了宪法对人工流产 堕胎权的保障时 美国女子克罗也直接上网订购了10包 就是可以立即出货的紧急事后避孕药 现在堕胎权一推翻之后 美国现在爆出的是 社后丸现在的抢购浪潮 所以呢在美国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 因为推翻了堕胎权之后呢 社后丸现在陷入了抢购 那么在现在包括了网络巨购 这个巨播 Amazon还有连锁药店 就是CVS以及Red8 现在都是限购以免缺货 暂时要提起的是限购的这个方式 专家警告 由于事后丸在全美是可以合法零贵 就是你可以overcounter来买的 所以告诉民众你没必要去囤积了 否则反而可能会造成有需要的人买不到 此外尽管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和美国计划 深运联盟这一些升职卫生组织建议手上备有多余的事后丸 但是他们也一样的并不鼓励来个囤货 在这里呢 他表示药局的事后丸被货通常都是有限的 所以在现在像CVS还有Red8以及Amazon 现在都已经寄出的是限购 避免他们的存货会一下子被抢购一空 好 另外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NASA 则在今天说 2024年重返月球的阿提米斯计划 最快可能在8月29号就展开第一次的无人是飞 阿提米斯1号是这个系列任务的第一次飞行 因为美国试图将人类送回月球 在月球表面建造一个永久基地 而且要运用登月经验来计划 2030年代展开的火星之旅 NASA探索系统发展任务局的副局长 则表示巨型的太空发射系统和猎户座 太空船Oreal它的成员舱是可能发射时机为 8月29、9月2号还有9月5号 好 接下来呢我们的新闻方面看一下 欧洲央行现在为了缓和通货膨胀 今天宣布2011年以来首度的调升政策利率 幅度高达两码 那么欧元的汇价 欧元区各国公债值利率和银行类股 也因此是应声的往上扬了 那么接着呢我们新闻最后看一则 比较不一样也人性化的一则新闻 就是在西班牙 西班牙第二波热浪肆虐了10天 不仅引发30多处的森林大火 更是活生生的造成一位清洁队员 因为高热而丧命 现在西班牙马德里市议会迅速通过提案 取消了极端高温下这个五班的清洁队员的清扫服务 工作将移到第二天早上再做 所以极高温这个温度威胁了身心健康 户外工作者是首当其冲的 所以在西班牙这一方面呢 已经因为极端高温造成人命损失 所以马德里的清洁队员现在下午不用再做清洁工作 到第二天早上再做了 也借这一则新闻提醒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德州休斯顿的温度也一样非常的高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在户外工作 或者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 请你也要注意这样子高的温度 很容易造成生命和健康上的冲击 所以希望大家特别的注意 谨慎谨慎小心 好的朋友们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会每件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收听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我们在今天接下来12点半 我们的黄金岁月 别错过了和我空中共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